现在街机上就没玩过 所以说咱们就算了吧 咱们就路前两个 陆地上冒险的 加上通通过关的那个 这边其实这个游戏 还是挺有特色的 真心挺有特色的 它的画风什么的 这种具有童话色彩的 好吧 这相信给大家印象都是很深刻的 但这游戏在我小时候脑子中的印象 就是真心的难 那时候我就在街机上打 打这个还是 操作不过 主要是那时候年纪还小 只顾着投盘玩 就这个意思了 不过现在来看还行 难度属于中等的 中等的 就这个意思 毕竟是早期的这种冒险的游戏 其实这游戏 情节方面就没必要和大家多扯什么了 因为这个情节我也不懂 由于都是英文的 也没必要去理解这个情节 他讲的应该就是 在一个什么小酒馆里 在精灵世界吗 一个小酒馆里 在讲述一个故事 然后他们就去 就去 然后发生了这些系列事情 然后又把公主给救出来了 应该就是一个英雄救美的一个 一个传统的一个故事 怎么发生在精灵族啊 这种比较具有科幻色彩的这么一个森林当中 这里咱们要对战的所有的所有的这个 这叫说说说哎呀 这些舌头 绕弯啊 绕弯啊 所有的这个boss 大部分都是那种 神话当中的啊 比如说到后边都啊 其实到后边我感觉那都是咒诗一样的东西啊 都都是北欧 北欧神话当中这些东西啊 好吧 啊 这个又不多说了啊 由于这boss方面啊 咱们这这边看到第一个啊 这算是第一大关的boss啊 第一个 咱们刚才看到那树精 只是中间的一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过程 这boss其实我记得在小时候打他就是来回逛着他 来回逛着腰哦 就把他干了啊 就把他干了啊 这boss还是比较比较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他主要就是逃坑啊 咱们就顺着坑 他是他上去再下来他下去再上 他就就主要是这个 关键有一点就是说 下边咱们躲在右脚的时候翻滚一下 可以躲过他一定的攻击 这个一定要用好 好的 这就来到第二关了 好的 其实这个游戏的流程并不是说很长 但是他中间如果咱们按正常打法来说 慢慢往后过的话 也是要费一定时间的 这边最好打着背壳 这是第二关的中间的一个小过程boss 打着背壳最好就把衣服一脱啊 你把站到他脸前 一顿狂撸啊 就ok了 这里边的枪也是有意思的 他有几种来着 我记得应该是四种 第一种就是咱们原始的那种 然后是香蕉皮那个 那个应该是威力 我记得是威力最大的 除了最后那个爆弹 除了那特殊武器以外 那个应该是最大的威力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是回旋标 还有一个是回旋标 那回旋标是打 第几关boss是专门用的那个 那个还是比用起来他攻速比较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弓箭 一个带着 不对应该是这弓箭 带着激光的那弓箭是威力最大的一个 只是他的色数比较慢 所以说我不把他认为是威力最大的 因为这香蕉扔起来 我感觉比他爽毒了 好吧 这边咱们继续穿上衣服 该打这关boss 这关boss是应该是双子了 这就叫做双子 这两个你把类似螃蟹 蝎子一样的东西 这俩boss打的时候 咱先打上面那个 因为上面那个鞋比较软 比较脆 所以说先干他 打他的技巧就是左右蹦着 因为他土火的那时候 他扭不过来脸 就这就是这意思 干完他以后 下边那个就随意了 只要就是 只要别让他冲着 咱就像 一般就是把他卡上来以后 这样打是最快的 比如说最快 最安全 最安全 因为他你看他 就会在那边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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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在下边 他也够不着 他也不来回蹦 这就是打他的一个小技巧 好的 这stage two clear 你看这边 来到这童话般的世界 这边你看这小木偶 这边咱们就换上这支枪 这边一开场 就给了一支这个 所以说一定拿好这个 这个打木偶什么的事 相当给力 因为他能反着打到 上面的东西 有一个反射 正好能把上面翅膀给干 这边那卡牌 就掉的那心形 那卡牌 就是吃一个 就吃够一百个 可以讲一个人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很重要 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 那后边带着咱们的一个卫星 这个卫星分着三种 一个是幽灵形状的 一个是那小恶魔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类似于这一个鸡眼 这这这一个眼 好吧 这是里边 这是一个需要蓄力的一个武器 这个用起来很不爽 不过打 两关boss 倒是第二关的boss 用它是比较舒服的 呦 这边我还讲了个人 过得 干啥 吃够一百个心 其实平常最用的最多的 应该是那小恶魔 那个喷火的 然后另外一个 就就 那个 是往地上吐的一个旋风 就一个类似幽灵形状的一个东西 那个 我个人不喜欢用 我个人不喜欢用 所以说 经常用到的就是那个 喷火的小恶魔 这边要给大家说一个技巧 这个游戏有一个 这不算bug 算技巧 就像这样八强一样 一般情况下 你就像这样往前滑行 蹦到一个 磕塔 就是说蹦到一个有 呃 一会儿一会儿到地 到点了 我给大家说 到那开始有那磕塔 要用到这技巧的地方 我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用好了 对于通关这个 很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因为那个可以让我们 少挨很多打 而且有些地方 靠着它可以卡过去 直接卡过去 这是相当方便的一个技巧 这个boss就比较格 这边我 你看这枪我也换成 相当故意换成香蕉 这个因为用香蕉 这个打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频率 因为呃 如果用那个弓箭打的话 那你第一剑射到 它在那激光弹出去以后 只要那激光不消失 你是扔不出去 下一根剑 这就恶心了 这就恶心了 所以说咱们最好换上换上 哪哪怕你用最远死的 那根枪都不要 都不要说用那激光来打 那不爽 不爽 好的 就就是这关 这关用到这技巧 你看就比如说这个 你看刚才我是直接从那头顶上 蹦过去了 这就是当你蹦的快的 就跑到他正上方 他刚弹出来的时候 你一直跟着下加蹦 下加蹦 你就可以直接从他头上掠过去 好 这边 直接翻滚到挨着这有 有愣的地方 你直接摁着上加臂 不是上加臂 直接上加蹦 你就可以 很轻松的扒 扒到墙角 而且那个扒的位置 感觉很bug 感觉很bug 就跟扒不着一样 但是实际能扒着 这是一个技巧 就是这样 这边最主要的没事 躲这些月亮 最主要就是往下蹦一下 下 然后赶快按着上 下去按着上 这你就很快能扒着 你看这边 就是像这样 扒着一直就过来了 这就是这个 上界的一个功能 因为他扒墙这边 都是扒到墙边以后 按着 他的判定就是按着上 最好能按着蹦 按着蹦的话 比较好 那几率比较高一些 然后你就能扒到那 本来该扒不着的 那墙体上 就这意思 好吧 这关 打这boss 后边用的卫星 就要这个 因为他来回跑 咱们有一 给咱们留足了 这蓄力时间 所以说这点 也应用利用 而且由于咱这个卫星 就这个毒眼的这卫星 他攻击方式比较 就是需要一个蓄力 就是在咱打不着的时候 还能增加一个 这么蓄力的方式 所以他进行一个攻击 其实这蓄力 只有这五个担子 打的伤害是相当高的 打的伤害是相当高的 这点一定注意 一般向 boss面前 如果出现一个 就是说相应的卫星 和你身上本身带的卫星 不一样的 你最好把那换上 因为这就是打着boss 最好的一个东西 这都是设计好的 好吧 这应该是最后一关 没错的话 就是最后一关 这边更要利用好 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上加币 上加蹦 上加蹦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 你看地上这些刺儿 就就 咱们在翻滚的 这道路上 这些刺儿 这些刺儿 它有个判定 它这个游戏的攻击判定 就很有意思 它这个攻击判定 当你第一下蹦到上面 所以如果你快速 做出一个动作 那下是打不着你的 跟着是能打到你 但是没打到 这就 这个需要运气 这个需要运气 一般的话 你只要手快的话 实际操作中是很容易实现的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最好的规避动作 就是那上加 上加蹦 就那八边的那个 跨边的那个 那个可以把它掠过 或者下加 或者下加蹦 就是说 向下巴 或者向上巴的那下 就这两下 这边就是利用了一下这个 这个科塔是最好实现这个东西 因为它上面那刺 刚生出来 你刚蹦上去的时候 你赶快按蹦 一直按蹦 你就会再蹦上来 根本那刺就扎不着 你看着是扎着 其实扎不着 这边的香蕉 这香蕉这子弹 其实设计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边咱都快速向上蹦了 就不理他们 好的 这就到boss面前 就是 这因为最后一关 这个就像洛克尔一样 你得把boss从头到尾 再盖一遍 而且这些boss都加强了那么一点点 就比如说这个房 我感觉就比以前那个稍高点 这尼玛是个夜狐吗 上面还挂个翅膀 好吧 天界的夜狐将军 夜狐将军 咱们这边有什么卷帘大将 这就是尼玛 叫厕所军 厕所军 好吧 这哥们也是醉了 其实 这外国神话和中国神话 这这应该都类似的 都都都通用 通用 就是这概念 好了 这边咱们继续 继续 这边这这些磕塔设计的很有意思 就是正好咱们一个下加弊 就往前冲锋的那一下 就可以正好冲到下一个磕塔上 设计的很浪的 很浪的 好 这就到最后boss 我感觉这boss应该就是宙斯的化身 不过他把他同化版 把他Q了一下 Q版了一下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雷电系的 电系 这这这尼玛一太阳还一月亮 应该是一满月吧 这个boss 其实打他 就像他跑了以后 你别像我这样 狼就又蹦回来 其实他跑了以后 你就让他跑了 你就往屏幕最左边跑 哎呀尼玛 来了一下 算了 不不给他喝那么多 你就往最左边跑 中间会有一个rush的一个节奏 一个空档 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他手一颤 咱就得小手一颤 咱就得赶快跑 这这这这 这天为啥 这两个大臂这么大 你看就像这样 他不是过了 然后你看他消失 然后咱们就往这边跑 然后他会跟着过来 在一条线上 然后这会儿他会喷火 你就跟着这喷火的节奏 就一直干他就行了 这会儿是打他 打他最最下起的时候 就靠的是这会儿 这就叫rush 行了 这应该一轮也就过去了 这次过得有点快 过得有点快